接下來就是選球第一線的時間了 我們要視訊連線給德州州立大學的 朱宇教授翁呂中 翁教授 你好 朱宇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 翁教授 我們剛剛其實從 這個戴琪的當中言論也聽到說 他認為說美國應該要做英雄 而且很明顯也要傳達的是 美國回來了的聲音 但是他真的有辦法用這個聲音 來說服國內的反對勢力嗎 而且相對來說 其實中國大陸對整件事情 當然歐洲大部分都是一個反對的態度 美國國內也是反對的 但相對來說 中國大陸似乎比較雲淡風氣 比較冷淡一點 您怎麼解讀呢 是 我們剛剛看到新聞畫面當中戴琪的談話 你可以想像支持民主黨的朋友 民主黨的支持者 可能會覺得這樣的道德高 道德標準很高的這樣的一個論述 是非常值得繼續鼓勵的 也就是說 美國可以當英雄 我們一起來努力 我們一起來拯救這個世界 可是如果我們從非常現實的角度來說 也就是從共和黨的角度來看 企業 美國的企業為什麼要提供專利 美國的企業為什麼要成英雄 而不考慮這個專利後面帶來的龐大的商機呢 再者 現在的歐洲國家 包括了德國 包括了法國 其實都是出面反對的 那還有其他的世界 許多國家 在專利權開放之後 能不能夠用自己的技術生產出這樣的疫苗 都有很多的疑慮哦 所以戴琪的說法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反映出來的就是民主黨跟共和黨 其實在這個議題上面恐怕還有非常非常多的爭執 會繼續進行 坦白說 包括民主黨自己的議員 國會議員都對戴琪的說法呢 是抱持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到底有多少的這個藥廠或者生技業者 願意在這樣的道德大棋之下 跟著拜登政府前進 那麼如果拜登政府真的要開放這個疫苗的專利的話 恐怕他背後呢 需要提出非常多的一些好處哦 讓生技藥廠願意接受 這個可能會影響未來 包括美國的健保 包括了美國可能在新藥開發專利上面的法規 是不是要做鬆綁 換取這一次在疫苗上面呢 做一個全球英雄的這個態勢哦 我覺得戴琪所代表的確實就是拜登政府的主張 可是同時也凸顯出這個挑戰難度有多高 那麼我們再看到回到中國的部分 中國大陸的疫苗我們都知道 科興跟國藥這兩支疫苗呢 現在其實已經大量的在開發中國家被送出 或者是被捐贈 或者是用低價的方式來 用過疫苗外交呢 來幫助這些國家 對中國來說啊 如果說美國開放專利 是不是對中國有什麼樣的衝擊 中國好像非常的低調 我們就從中國的專利 他會不會願意開放 或者是中國的專利如果開放之後 讓其他的國家來生產中國的這兩支疫苗 他接下來會面臨的挑戰是 這些疫苗 包括我們之前所說的所有的疫苗的數據 就會變 也會攤在陽光下來做一個完整的檢視 對於中國來說 這到底是挑戰還是一個利多 我覺得這是中國大陸 中國政府也是要去思考的 也就是說在全球的疫苗外交戰的背後呢 也有這個疫苗技術的考量 那疫苗技術到底誰贏誰輸 現在是不是中國想要扶上檯面來做個比較的 這是中國可能現在還是保持著稍微低調 尤其是現在他已經在做疫苗外交 而且在實質上好像已經取得非常多開發中國家的支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對於美國要不要開放專利 疫苗的專利呢 其實他不需要多說 不需要多說太多 基本上就是看著美國如何來克服這個難關 中國在伺機而動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其實就是美中近期 可能要重啟貿易談判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呢 大陸正在考慮要更換談判代表 由國務院的副總理胡春華 取代施先前的劉鶴 接任這個擔任貿易談判特使 而如果以這樣的狀況來說的話 這個我想要請教翁教士 包括是這個胡春華 他馬上如果正式確定換成是他的話 他要對上的其實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戴琦 也是被認為說是一個問題解決者 如果從美中雙方這樣子來平息的話 到底誰的贏面會比較大呢 是 我們說贏面我們先必須先了解 就是說劉鶴跟胡春華兩者的差別 劉鶴跟胡春華兩者差了11歲 所以如果我們看這樣人事命令 如果說真的由胡春華來取代劉鶴 兩個人現在都是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位置 就是四位副總理之一 兩個人的年紀相差11歲 那我們看這樣的一個想法會為什麼會出現呢 一部分的原因如果從外界來看 很多人說劉鶴在過去在川普時期 負責所謂的美中第一階段的貿易談判 非常多來自中國國內的壓力 認為劉鶴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守護到中國的利益 買了非常多的美國產品 也沒有把中美之間的關係搞好 所以對劉鶴的不少的來自國內的批評聲浪是蠻高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是不是有可能是取代劉鶴的第一個原因 這是值得思考的 另外就是我剛剛提到的所謂的年紀的問題 在2022年馬上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呢 即將會有一個新的接班 接班梯隊 不論習近平到底會不會連任 但是身邊的這些政府官員 當然勢必要做一個換選的動作 這個時候劉鶴的年紀就會被扶上檯面 必須來做討論 胡春華來接班 負責接上這個劉鶴的位置 頂替劉鶴貿易談判的位置呢 按照他現在主管的業務 看起來是非常合理 但是我們也必須去思考 胡春華的這個人事任命 事實上胡春華他並沒有太多的 對外談判的經驗 他本本身的專長呢 他過去是以內政建長 尤其是他派駐在新疆 西藏兩次也曾經負責內盟的問題 他在2016年中國大陸 廣東的烏坎事件當中 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我剛剛提到的這些內政問題 其實胡春華所扮演的角色 都是以強勢領導 來讓這個政權穩固 他的能力是發揮在這裡 如果你從這樣的角度來解讀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於中國大陸 中國高層或者是政府的命令 他是有貫徹能力的 那麼缺乏可能沒有太多的外貿經驗 但是有貫徹能力來取代劉鶴 是不是代表的習近平政府 其實希望派出去的貿易代表 不用特別注意專業 但是必須要貫徹習近平政府 想要傳達的訊息 那麼未來胡春華跟戴琪 坐上談判桌之後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人事命令 我們看到的會是中國大陸 會是更加一貫的 針對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呢 可能有比較強勢的態度 主要要看的是 胡春華到底有多少的權力 來代表中國大陸跟美國進行談判 這個部分可能還需要後續的觀察 但是現在看起來 胡春華是非常非常能夠貫徹 中央意識的一個官員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是中澳的關係 其實現在是非常緊張的 而且呢 澳洲政府也決定未來十年 要增加國防預算 而且經費高達了2700億的澳幣 算下來 折合台幣大概6兆多 而國防的重心 會從阿富汗轉移到印太地區 還計畫在10年之內 投入13億的澳幣 增加澳洲情報機關 應對國安威脅的能力 所以我們要繼續來請教的是 翁教授 其實這樣子從阿富汗撤軍 而且把這個重新 把國防資源分配 而且呢 把這個重心 從阿富汗移到印太地區 其實看起來跟美國是比較同步的 你怎麼來解讀這件事情 是 事實上澳洲政府也宣布 跟美國同步 要從阿富汗撤軍 當然澳洲在阿富汗撤軍 他的人數現在大概剩下80多位 上個星期呢 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議題是 上個星期澳洲的外長佩恩 事實上有拜訪阿富汗 針對澳洲在拜阿富汗的駐軍 以及針對澳洲跟未來 阿富汗政府的關係呢 有特別做一個強調 強調澳洲會繼續支持阿富汗 雖然沒有駐軍 但是會繼續關注 阿富汗跟塔利班 政權之間的關聯 尤其是對於阿富汗內部 可能會遇到的一些人權爭議呢 表達澳洲的支持之意 那麼澳洲政府在軍備預算上的擴張 事實上當然是針對 中國的這個強勢的 強勢的這個表現而來 要為了這個澳洲自己的安全 做好一些準備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政府現在也傳出一些風聲 打算呢 要跟澳洲之間做這個 經濟上面的斷絕關係呢 會做得更加徹底 尤其是針對澳洲輸出的 液態天然氣這項 這一項這個貿易的交流呢 可能會可能會開始做出一些手段 我們知道過去 從龍蝦到紅酒到這個煤礦 現在有可能連液態天然氣 都會拿上來變成澳洲跟中國之間 一個貿易斷絕關係的一個 另外一個關鍵的話題 過去以去年來說 澳洲輸出到中國大陸的液態天然氣 有多達1000億美元之樸 所以未來如果中國真的 採取了更激烈的手段 來回應這一次澳洲 大幅增加軍備的這個軍事 這樣的準備動作的話 事實上中澳之間的關係 短期之內 恐怕沒有沒有好轉 或者沒有和緩的趨勢 接下來中澳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誰會退讓 我覺得後續還非常值得 繼續觀察 那澳洲呢 自己在對外的關係上面 可能也要去思考 如果沒有中國大陸這個天然氣 或者是沒有煤礦的這個貿易的話 澳洲可能要思考的是 是不是能夠透過歐盟的關係 或者跟美國加強關係 來補足這個澳業的 貿易的這個逆差 這一點是澳洲 澳洲部分要去思考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下個月大家會認為說 非常期待的一個重要的國際大事 就是美俄的元首峰會 目前雖然說還沒有正式的敲定時間 但是呢很有可能各界都認為說 敗普會其實就有機會正式登場了 不過在這之前 兩國的外交部長先碰頭 俄羅斯的外交部長表示說 其實俄國的 俄羅斯的外交部表示說 包括是拉夫羅夫將會在20號 會晤美國國語卿布林肯 地點就在冰島的首都 我們要繼續來請教翁教授 第一個其實當然這美俄的外長碰面 大家會直接會聯想跟下個月的 這個元首峰會來做準備 是不是其實美國已經制定好 他的一個政策方向 打算要聯合吃藥敵人 來對付主要敵人 也就是我們說的可能是中國大陸嗎 而且為什麼會特地挑在冰島的首都呢 所以我們先說這個地點的安排 這個地點的安排 是因為在5月20號冰島的首都 雷克雅維克要召開的是北極理事會 那北極理事會七個成員 七個主要的主權國家成員國 他當中沒有中國 我的意思是說在這次的北極理事會 透過北極理事會這樣的一個場合 美國的布林肯跟俄羅斯的外長 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在沒有中國代表的情況之下 可以做一個私下的談判 在沒有中國介入的情況之下 美國可以跟俄羅斯一對一的來討論 雙方現在有的衝突 以及未來可以合作的部分 當然在北極議題 或者是氣候變遷問題上面 美俄之間其實還是有合作的空間 我相信在這樣的一個場合 俄羅斯跟美國可以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環境跟氣氛 來做溝通 雖然美俄之間有衝突 但是對於美國來說 最大的敵人或最大的競爭對手 並不是俄羅斯 所以如同志宇剛剛提到的 是不是要聯合次要敵人 來打擊主要敵人 我相信這個氛圍 這個場合它的設定 美國會做出這樣的安排 事實上某種程度來說 就是要釋出這樣的一個訊號 事實上跟俄羅斯之間 我們有很多的合作空間 跟中國也許我們的競爭要更強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國跟俄羅斯也許有很多的話題 可以在這樣的一個場合 拿出來做溝通 當然也是為了六月份 俄羅斯的普丁跟拜登的見面 先做好一些鋪陳 先規劃說哪一些話題 也許在真正的總統高 元首的高峰會上面 可以達成合作 哪一些話題盡量的避免 不用去談 避免衝突 我覺得這一次的鋪陳的會議 或者先前的會議 它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那麼時間跟地點的選擇 也有它的蹊跷 其實也反映出拜登政府 在外交策略上 其實都一路有自己的美角 值得我們後續來做觀察 那我想要持續請教汪教授 包括在之前 美中的這個高層會晤的時候 其實當時在結束 可以說是美中都是一個 不歡而散的狀態 而且中國馬上其實也接近了俄羅斯 雙方其實關係在當時 都是拉得非常近 那其實現在這個消息釋出 難道中國大陸不會搶先 跟俄羅斯先有一些會晤 或是拉近距離的舉動嗎 是 其實我們如果看到最近 從拜登上台之後 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 都在強調多邊主義 之前我們有分析過 中國現在主打的多邊主義 是要強調多邊主義 必須是以聯合國為中心 但是美國的多邊主義 美國多邊主義 是希望以美國為中心 所建立的這個國際秩序 希望各國的盟友 在美國為中心的 美國來主導的多邊主義 多邊的合作之下 來跟中國進行一個抗衡 所以其實雙方陣營都在 盡可能的拉攏關係 所以至於剛剛提到的 中國會不會看到 美國的動作 也趕快來拉攏俄羅斯 確確實實有這樣的可能 而其實世界各國也都看著 美中兩國兩強正在競爭 如果聰明的國家 事實上都在現在這個時間 其實最好的時機 去思考如何在美中的競爭當中 找出自己的利益 俄羅斯如果真的要跟中國談判 如果真的打算要透過中國跟美國的競爭 取得跟中國更多的合作 甚至在貿易上 或者是在軍事的合作上 有更多為自己國家利益 著想的一些步驟 事實上這個是最好的時機 同樣的世界上面的像日本 韓國或者所有的其他國家 非美中兩強的國家 事實上在現在這個時間 就如同我說的 是非常好的時機 思考說自己的利益點在哪裡 跟中美兩國之間 如何去取得中美兩國的支持 這個時間點其實非常非常值得利用 只不過很多國家可能先行 就已經設定好 我要站在中國 或我要站在美國 如果先選邊站了 可能就少了這樣一點點 談判的空間 就有點可惜 這個時間 這個兩強對決 或兩強競爭的態勢 事實上留給大家非常多的機會 只不過誰能夠掌握住 就考驗著各國的智慧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 是越演越烈 而且很擔心會全面開戰 美國方面表示說 以色列覺得有權保護國民 但強調應該要確保 巴勒斯坦的無辜民眾 不會受到傷害 而且各國其實也都呼籲 雙方都要克制 也派遣 在美國的部分 也派遣了一名資深的外交官 到當地的調停 那我們想要持續來請教翁孝壽 基本上巴勒斯坦的政府 在這一邊 其實呢 以這個言辭上來說 似乎其實比較力挺 以色列 而且也派出了這個官員 到當地來斡旋 但其實我們昨天也談到說 包括以巴兩國 基本上現在也不太管 歐美的態度是如何 本身兩國競爭 而且想要掀起戰火的這個意味 都已經非常濃厚 那如果說歐美這樣介入 這兩國會買單嗎 短期內恐怕不會 這是最快速的答案 我們昨天有分析到說 以巴兩國其實現在都想打仗 尤其是領導的階層 都想要打這場仗 打仗的原因是因為 雙方都有自己的政治盤算 政治利益 不論是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還是巴勒斯坦的 巴勒斯坦的這些陣營 比較激進的陣營 其實都希望透過這樣的衝突 各自取得支持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昨天有分析過說 美國非常有可能 本來拜登政府 是希望在以色列的問題上面 保持關係 不要像川普時代一樣 這麼的力挺以色列 即便說美國國內 有非常多猶太一的人士 在民主黨跟共和黨內部 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但是拜登上台之後 很明顯的 一直希望可以跟納坦雅胡 跟以色列保持關係 甚至期待納坦雅胡 在這一次的大選之後 是不是有機會被第二大黨所取代 所以美國有機會 可以跟其他的政治人物來交手 透過跟其他政治人物的交手 取得比較大的談判空間 來主導中東的議題 但是現在看起來 納坦雅胡 好像透過這樣的軍事行動 透過這樣的衝突 取得了國內的至高的政治地位 導致美國現在必須重新思考 拜登為什麼今天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很明顯的是受到來自國內 跟國外的壓力 在國外尾巴的衝突 會引起中東的紛爭 中東的氣氛跟戰火 可能會延燒到其他的地方 對美國是非常不利的 尤其美國才剛剛決定 要在中東地區 射中東阿富汗 或者是整個中亞地區 撤軍 已經造成疑慮 現在在尾巴衝突的情況之下 如果美國不介入調停 或者是不願意同入更多的心力 很可能會傷害到美國的威嚴 美國的威望 對他未來的外交手段 或者外交策略很難得到 很難得到共識或支持 所以美國在對外交關係上面 拜登必須要介入 另外在國內部分 因為我剛剛說過 猶太人在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 都有很大的勢力在背後推波助瀾 要求拜登政府必須要選邊站 而選邊站當然選的就是以色列 所以今天拜登政府會去公開發表聲明 聲明強調他支持以色列 保護自己的國土 保護自己的人民 很明顯的是做了選邊站的動作 在此同時拜登也宣布 要派出國務院資深的官員 這個哈迪阿瑪 這個資深的中東事務專家 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進行調停 雖然我剛剛說過了 短期之內調停很難有成效 但是美國決定要介入調停 跟美國決定要發表聲明來支持以色列 其實就已經為未來 以巴的衝突的和談 布下了一個基本的脈絡 基本上已經為以巴和談 美國的位置定了掉 那麼以色列事實上 確實在軍事的強度上還是比較強一點 所以未來這以巴的和談 短期內雖然沒有辦法 特別馬上達到成效 但是基本上有可能因為美國的介入 而讓這個全面的衝突 發生的機會降低很多 好 溫教授 那我們如果來討論到 像是其實在這一次以巴衝突 算是很好來驗證美國所謂 他想要用一個外交手段 來達成所謂的區域和平這樣的做法 到底可不可行 而且呢 其實如果真的是談不下來的話 有沒有可能再影響到 美國本身的所謂的軍事佈局 而且以這個以巴相關的衝突來說 當然全球都在關注這個區塊 尤其是他們也在看說 是不是美國的外交手段 到底能不能奏效 會不會其實也引爆其他的所謂的 地球上其他的區域也出現了 所謂的情勢不穩的情況呢 這真的是一個好問題 外交手段到底能不能夠 減緩尾巴的衝突 到底能不能夠避免美國 真的要讓軍事資源 重新回到中東地區 這對拜登來說絕對是個考驗 但是我們說外交手段 其實拜登手上有的牌 可能軍事資源或者是真實的 金錢的資源不是很多 但是外交手段 以外交手段來說 現在以色列尤其是納坦雅胡 他最需要的是什麼 如果能夠對症下藥 那就看得出來 納坦雅胡最希望的 就是取得以色列的政權 能夠繼續擔任總理繼續執政 美國在外交手段的運作上面 就算不願意介入他國的內政 但是如果你針對 要讓尾巴衝突降溫的情況 美國能夠打得牌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協助納坦雅胡 處理以色列國內的內政 幫助納坦雅胡繼續 繼續連任總理的位置 事實上這就是納坦雅胡 最希望得到的事情 那對於巴勒斯坦而言 美國現在已經選邊站了 所以比較無奈的是 在巴勒斯坦方面 很有可能會遭到比較大的損失 在美國選邊站之後 美國是不是能夠私底下的 給巴勒斯坦一些人道的援助 或者是在經濟上面給巴勒斯坦 尤其在加薩走廊地區 受傷亡的民眾 更多的一些經濟援助跟補助 我想這是美國可以做的 那麼如同我說的 這樣的動作 就是一個外交的手段 但是我們仔細來分析的話 這個外交手段 對於中東的未來 到底是好還是壞 對美國來說 當然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可是如果美國真的因此 而決定站在納坦雅胡這一邊 幫助納坦雅胡 繼續在以色列執政 其實這樣的外交介入 如同我們說的 對長期來說 到底是好還是壞 納坦雅胡繼續主導中東的問題 繼續主導中東的議題 對美國長遠來說 雖然現在解決了尾巴衝突 長遠來說 真的對美國好嗎 我們說外交手段 到底能不能完整的 完全的解決紛爭 恐怕不容易 但是可以短期的解決 短期的止戰呢 大概是可以做得到的 長期來說 我們還是期待世界和平 不過國際現實還是要做 多做一些考量 也許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的介入 不論是外交還是軍事 坦白說 如果不是當地真的取得了解決之道 當地真的 雙方找到了和平相處的方法 恐怕很難真的 透過第三方 就得到長治久安的解決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翁教授 提供這麼精緻的解析 謝謝翁教授 在今天跟我們聯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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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